幸福的生活来自厨房的烟火 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厨记 前段时间下馆子吃饭的时候 老板娘推荐了一道非常好吃的特色菜 风干鸡 经过都方寻找了配方之后 今天专门做了一个视频分享给大家 首先咱们先把处理干净的鸡对半切开 对半切开以后 再摘除掉里面的一些脂肪和一些没有处理干净的内脏 脂肪摘除干净并进一步的清洗干净之后 再用厨房纸把表面的水分给稀释干净 方便在腌制的时候入味 在擦拭的时候要连同鸡皮一起擦拭 鸡处理干净以后先放入一个大盆中备用 现在咱们准备一些香料 准备两个八角 一小块桂皮 还有几片香叶 和一小碟的干花椒 接下来起锅但不用放油 直接把所有的香料给倒进去 用中小火慢慢的把所有的香料炒香炒干 香料炒干水分以后 再倒进破壁机里面 再把所有的香料都打碎 如果没有破壁机的话 用捣酸器把这些香料捣碎也是一样的 香料捣碎以后先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另起锅倒入将近一斤的盐 用中火慢慢的把盐炒干水分 当然如果有粗盐的话 用粗盐来代替效果更好 炒到后面的时候盐有点微微发黄就可以了 接着再把所有香料倒进去 然后倒入两大勺的辣椒面 一大勺的十三香或者五香粉 接着继续翻炒一会儿 把所有的材料继续炒香 在这里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 辣椒面就不用放了 接下来在鸡腿的上面画上一刀 方便在腌制的时候入味更加均匀 现在再准备一瓶高度的白酒 往鸡的上面倒入大约一两左右 白酒倒进去以后再反复的涂抹均匀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咱们在给鸡风干的时候 鸡肉腐烂变质 白酒涂抹均匀以后再倒入一部分的香料到鸡肚子里面 接着再把香料给涂抹均匀 要尽量每个部位都涂抹得到 最后再把剩下的香料和盐倒到鸡皮上面 继续把外面也涂抹均匀 涂抹均匀以后再准备一个保鲜袋 把整只鸡放到保鲜袋里面 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个晚上 让鸡很好的入味 鸡肉再腌制了一个晚上之后 再把整只鸡摊开放到案板上 接着再用筷子把鸡胸给撑开 防止咱们在风干的这个时间里 鸡肉收缩而鼓起来 筷子撑好以后再准备一根绳子 用绳子把鸡脖子给绑起来 绑起来以后再把鸡挂到太阳晒不到的地方 自然风干两个星期左右 两个星期过去了 咱们鸡已经风干好了 颜色非常的好看 闻起来还是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不过那种很冲的香料的味道已经没有了 而且鸡皮的表面还是流油 色质还是非常好看的 接下来准备几颗黄制纸 用刀背把黄制纸给压碎 黄制纸是为了给鸡进一步上色的 如果家里面没有背黄制纸的话 不需要专门准备也是没有关系的 黄制纸压碎以后 再放到温水中浸泡一会儿 接下来咱们继续处理风干鸡 先用刀把鸡头剁掉不要 然后再把筷子给摘掉 再把鸡脖子给剁下来 然后把鸡对半切开 现在咱们把分成大块的鸡 放到清水中清洗干净 清洗掉表面的料渣 这样在吃的时候才不会太影响口感 清洗干净以后先沥干水分备用 接着再把鸡脖子上的皮给摘除干净 鸡脖子上的皮有很多的淋巴组织 尽量就不要食用了 接下来再把处理干净的风干鸡 放到黄制纸的水中 浸泡20分钟左右 让鸡进一步上色 然后再准备一大块的姜切成薄片 姜切好以后准备一口蒸锅 先往蒸笼上面铺上一层小葱 然后再把姜片铺到小葱的上面 鸡浸泡好以后再整齐的摆入蒸笼中 然后放到蒸锅上面 盖上盖子把水烧开 烧开以后蒸40分钟左右 想吃口感软糯一点的朋友 蒸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加长一些 40分钟以后 把蒸好的鸡起出放凉 这个时候光是看颜色已经非常的有实意了 风干鸡放凉以后 再把整只鸡直接用手撕成小块 用手来撕口感会更好 您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在这里还希望您动动发起来的小手 点个免费的赞来关注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现在先替大家尝一下 这个风干鸡是什么味道 辣香味十足 好有嚼劲 这样单独吃都已经非常好吃了 如果拿来蒙春笋或者蒙摸笋的话 味道更棒 如果单独吃的时候 配一下白粥 会非常好吃 不过单独吃也是很不错了 或者平时拿来做小吃也是可以的 单独来做小吃 好香 特别有嚼劲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关注 点赞 评论和转发哟 谢谢大家